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目前网路上提供的最多的形态 其实概括起来第一名也许就 CSB 吧 第二名的话呢应该就 Jackson 有没有 然后其次的话呢就 XM 所以档案格式部分大概就这三个 那再来 再其次的话就是 HTML HTML 就网页 有没有那网页我前面有提过 网页为什么后面才讲 因为网页上面的标签实在太多了 而且里面还有什么 CSS 然后还有 JavaScript 还有很多东西 还有前端和后端的东西 所以相对复杂度太高了 反而是 CSB 最简单 因为它是 CAMO 它是豆点分隔 然后尾巴用个换行 换行前面讲过可能是反斜线N 也有可能是反斜线R加反斜线 大概就这两种 就换行的部分 所以很简单用Split就搞定了 但是 Jason 就没那么好搞 为什么 我们刚刚不是点开来吗 光看到这些东西 把它放大砍作枪 你会发现你可以看到什么 里面最多看到就是大瓜符 然后里面的话有放很多中瓜符 然后中间还有豆点还有冒号 双银号其实就是里面是放文字 如果没有双银号夹在一起 那就是数字 OK 中间一样加豆点 你光看到这些东西 你的资料放哪里 今天的资料其实在这里 在Recose这个标签 前面的东西就是它的Key 后面的东西就是它的Value 它的资料 实际上我们要抓的资料 就在Recose里面的这些东西 它有个中瓜符 中瓜符其实你可以想像在Python 中瓜符是什么形态的开头呢 还记得吗 那大瓜符的话 在Python里面呢 就是叫一个形态叫字典 Value OK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学会如何找到我要的资料 它是放在什么形态里面 那我用它对等的形态 把它资料抓出来 然后放在我应该放的地方 然后并且输出啦 比如说我们这一条 要简单也许就是 我希望把现在那个 繁保署网站上面的PN2.5 它里面总共提供什么 大词应该是 这个size应该是哪个侧帐 哪个 哪个县市 目前PN2.5的 词是多少 什么时间 什么单位 所以基本上有五个单位 那第一个 大城 第2个是富贵角 富贵角应该是不是 台湾最北的那个 增塔 对 因为我常常看到 只要环岛好像一定要到那里 不然好像没有环岛岛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看 最近看到很多 YouTube上面影片 你只要看到环岛 下一个还是环岛 下一个还是环岛 而且不一样的人环岛 而且很多年轻人 大概都差不多 刚毕业的学生好像 一定要去做一件事环岛 好像看到说 那我很想要去环岛 那一定要去富贵角 OK 所以我很想要去富贵角 照个像打个卡 那PN2.0有多少 有没有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形态都 他的栏位都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 希望做一件事情 第一个 把Juzen下载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取得里面的测诞所有资料 五个栏位 一个萝卜一个坑 有没有 把它放到应该放在位置里面去 那应该怎么做 OK 比较简单啦 不过你光看到这些你就头晕了 那首先的话呢 我这边有个固定流程 上面叙述 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如果大瓜葫用字典 如果中瓜葫用串列 OK 相关的语法后面其实这边都有 你们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件事情我是建议 如果说你假设呢 看到刚刚的这个 这个资料没有 这个你 当我们自己看 我是可以找得到 可是如果你们自己看 你觉得很辛苦哦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用一个工具 叫做Jetson Editor 这个Jetson Editor 是免费的一个网站 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说呢 帮你把 一个什么呢 一个刚刚的这个资料 你可以把它Ctrl-A Ctrl-A就全选 Ctrl-C就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 把它贴到 左边的这一侧 这边有个TES 你可以把资料贴到这一侧 Ctrl-V贴上 贴完之后的话呢 我建议可以把它改成 把TES改成Tree 那Tree是什么呢 实际上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可以把 这个资料当成一棵树来看待 那树的话一定是什么 主要的主干 然后分支 再分支再分支 这样来看待 相对会比较容易理解 那有一些其他不需要的分支 你根本不要知道没关系 所以你要找到你要的那个分支在哪里 把那个Key抓出来 就可以把它里面的Value 也可以抓出来 OK 大概类似像这样 所以第一个 你贴上资料的话 把它展开来 那我们要的资料在哪里 在这个 Waker Waker是这里 有没有 然后这边后面还跟你讲说 总共有77个Item 意思就是说呢 有77笔资料 OK 然后结构的话 你可以展开第一个 零 它是这个 有没有 然后第二个 富贵小 那意思类推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七龙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知道说 原来 我要的这个资料呢 是在这个物件里面 有没有 这个Ricus Ricus里面 这个Key有没有 在这里面的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还 让你知道说这个是中瓜谷 所以如果是中瓜谷的话 它的Value 那一定会是一个串列 所以在这个串列里面呢 它又放了很多个字典 所以我在把字典里面的 字典的话有两个栏位 你可以把它看成两栏式的串列 也就是它里面一个是Key 一个是Value 那我们要的资料 前面Key基本上 有点像是栏位名称 而且栏位名称都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还要不用管它 主要是要它的Value 那我就可以把资料抓过来 而至于步骤 所以第一个 我是建议 如果你对这个Jason 以后你不想看到这个很可怕的东西 有没有像这个 我怕很多人看到这个我就投降 Jason就放弃了 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个 我建议你可以Ctrl-A C 然后贴到JasonEdit 把它转成一个Tree 贴到Test 再转成Tree 然后去观察它这个物件 里面的Key在哪里 Key在这个 抓到它的Item 然后再去观察说它这个是放在串列还是放在字典里面 那用对应的方式把资料抓取出来 这样就OK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不会犯错 而且很容易 因为很多人常常抓资料 那刚看到Jason就头晕了 这个方法 等一下怎么做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把它漏 漏进哪一个话 那就是Jason Low 所以其实这里我们会需要再引用多一个模组 叫做Jason 里面有个方法叫Jason Lowe's 这个Jason Lowe's的话就是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字典的一个形态 OK 那再来底下的话就可以 底下还有一些相关说明 可能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串列跟字典的相关说明 底下有一些补充 然后我们要抓的话第一步 再来第几页 这边有第17页 那我们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看 那待会的话就分成几个步骤吧 第一个的话一样去下载资料 第二的话一样切割资料 把它转 取出我们要的这个RACUS 然后并且怎么样 变成一个一个的串列 然后最后再把它存成CSV 或者存成CSV 甚至可以再把它绘图输出吧 可能把它绘制成 刚刚的折线图也好 或者是换 绘制成那个直条图 哪一个侧帐 它的数字多少 OK 那这样相对会比较清楚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先熟悉一下那个Jetson Edit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如果你不会Jetson Edit 如果真的 光看这个资料 那就看到头晕了 书上都教你怎么看 就叫你从头看到了 慢慢找 光看这些资料 这种方式 不OK 我是建议 这个用Jetson Edit 去分析 至少会让你 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 会比较清爽 而且比较容易找到你要的资料 放在哪一个Key里面 好